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下午有幾個重點再來談 就是說我們從一個大眾媒體之後 我們能怎麼樣再繼續來focus這些消費者 比如說對於這些宅男要怎麼樣去溝通 為什麼我今天會把這些主題來談 第二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女性 針對日本給這些將近30歲左右 然後有經濟基礎 然後這些在獨立的一個個性上面 他們把它稱作叫派權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兩個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族群 以前我們這一次的一個宅男 我把這個案例講完了 我們就跟各位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今天會來提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就發現了一個事情 就是說在美國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當時他們在2008年要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要想跟這些宅男溝通 但是這些宅男要怎麼樣能夠rich到 所以這個歐巴馬就在所有的遊戲裡面在置入 台灣我們的遊戲裡面其實在置入相當的容易 而且我跟各位講 這個遊戲裡面的置入場品相當的便宜 因為當然這個是有一個背景的 在美國平均兩個人就會玩線上遊戲 但是在台灣平均每四個人就會玩線上遊戲 很多人對這一個族群都一直忽視 那所有的一個我們國內的一個遊戲廠商 其實它跟雅虎 它跟那些所有的入口網站不一樣 所有的那些遊戲的廠商其實都很有錢 我跟各位講 去年我們的遊戲局 或是這邊有一家旗下的公司 它的年終獎金就花17個月 讓其他的產業都很羨慕 那這個遊戲局他希望你廠商 像我們去跟他溝通的 他很歡迎來置入廣告 而且他常常是用交換的方式 你不用付錢 你只用提供正獎 提供一些獎品 把它當作是給這些人回饋 那既然那個我們在台灣裡面有 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在做在玩電動 那在美國平均有兩個人就有一個人在玩電動 所以當時歐巴馬在競選的時候 他就想到一個策略 那想到什麼策略呢 歐巴馬原本選前預估的時候 他發現他跟馬卡在11個州的時候有落後 但是我們知道這種選民你要去改變 其實是很難改變 那唯一有機會的是你把那一些不投票的人 把他找出來投票 這個才是最正確的一個方法 後來歐巴馬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玩線上遊戲的人通常他怎麼樣 他不看電視 他不看報紙 他不接觸其他的媒體 他早上起來 這件事就把電腦打開 然後就開始掛網 然後整天就會在那邊 所以唯一能夠接觸到他 他就是能在遊戲中來接觸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到底效果好不好 原本的預估落後11個州 結果他就在裡面置入 比如說賽車裡面 他就置入像這個 他叫了網友起來了 早點去起來 不要老是坐在那邊 早點起來投票給他 那第二個 他就在格鬥遊戲裡面 正如說Change 那個Change跟我們的那個 馬上就會好了 當時就是成為一個 兩大的一個有名的一個廣告 那美國最近也一直在罵 他說Change也沒改變 我Change問他行 我們是馬上就會好的 馬上永遠不會好 那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但是在當時來講的 歐巴馬他在這樣的一個 策略結果效果好不好 在整個一個效果 最後開票出來 竟然只有五個州落後給馬侃 而且是在馬侃的那個票場裡面 那原因關鍵在於哪裡 關鍵在於這些人出來投票 那當時歐巴馬花了多少錢 花了450萬美金而已 在11個州 以這樣的一個低廉的一個費用裡面 他竟然創造了那麼大的一個效益 所以後來人家說 歐巴馬是網路的那個總統 他在競選活動當中做了很多網路行銷的一個工作 好 那我想今天早上講到這一邊 那下午我還會再花大概一個多小時 再把我們給你事先看的那個案例 那事先看的那個案例其實他有一些圖 他有一些那個簡介 他有一個介紹 我們下午再來討論 那早上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現在都有分組 然後每組裡面都有那個小組長 我們在下午我把那個案例講完之後 給各位40分鐘 你要想你怎麼樣用社交媒體 把它引入到你實際上的那個 不管你是要做商圈 但是我建議各位不要再做商圈了 你做你的商圈裡面的一個店 或者是一家店或者是一個東西 你怎麼樣把它應用在裡面 然後要做一個行銷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必須是針對年輕人 而且監對人對貓客 所以你在怎麼樣來做這個活動